下面再说点有深度的 从第一个课时录到现在是越来越深入 基本上也是按照一个递进的顺序进行的 从用户使用浏览器打开网址到看到内容 只有短短的几秒的时间 这个过程它是很复杂的 这几个课时都在讲这块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Wordpress网站它是如何来运作的 这个用户它打开了电脑 输入了网址 到达了这台服务器 先有一个域名解析DNS服务器 从DNS到物理的服务器 或者共享的主机 共享的空间 找到这些文件 什么HTML 什么PRP 什么CSS 很多文件 这些信息都会回到浏览器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秒钟 快的话可能是几十毫秒 这个先头文件就会先到 这个先头文件就是HTML 为什么不是PRP呢 其实是PRP的文件 这个PRP的文件 它在这个服务器里面先进行运算 进行计算 算好了以后 它会得出一个结果 生成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HTML的文件 一个DOC Document的文档 把这个文档传回到浏览器 但是这个文档里面只有文字 它没有图片 也没有样式 然后紧跟而来的就是图片 也会过来 还有字体也会过来 视频也会过来 CSS也会过来 然后GS也会过来 都会过来 过来这么多怎么办呢 还是要到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开始输入的是一个网址 过去 回来这么多文件 这个浏览器开始工作 它会按照这个HTML这个文档 说你这个字体文件到这儿 你这个CSS文件到这儿 这个CSS文件也很复杂 它控制着这个位置 用到这个CSS 这个位置用到了某一块的CSS 这样来移动呢 它的字体大小 字重 字体的选择都会按部就班的排列好 这个HTML文档里面有文字 但是文字长什么样 放左边还是放右边 是大还是小 是什么颜色 全是靠着CSS文件来控制 然后是图片 那这个图片是在上面一个图片 下面两个图片 这是谁来控制呢 也是HTML来控制 那我们在用浏览器 再往下看的时候 一边往下看 这个图片会进行移动 会发生位移 这个位移是往上走或往下走 它也是靠CSS和GS 里面写的内容来控制的 会有一些交互效果 当我们鼠标放在某个大按钮上 这个按钮会发生颜色的变化 这也是用GS或者CSS来控制的 这些CSS文件和GS文件 还有图片文件 都得先到这个浏览器里面 经过浏览器的整合 整合出最后的样子 呈现给用户看 让用户来用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希望你能听得懂 如果听不懂 给我留言 因为没打草稿 想到哪说哪 就说到这儿 没有户看 我可以听不懂的 我可以听不懂的 对吧 我可以听不懂的